那接下來84條之一的部分 其實84條之一它的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法律效果還蠻大的 真正的責任制 除了84條之一以外的責任制 都是假的責任制 那84條之一的 適用效果 蠻大的 它可以排除 老基法30條 32條 36條 37條 49條 等等的限制 所以其實適用下來 對於勞工影響的權利 算是蠻大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高興提到的 84條之一的約定 對於個別勞工的權利勝據 這是對的啦 那如果說就本件的正義來講 空服組員的一個84條之一 適用的結果 以台北市的審查基準 基準的 這個工作時間的限制部分 它可以調整為這樣 每日工作時間 也還是在12小時的部分 那四週可以到168 那延長公時 如果加上延長公時 可以到240 那如果說有國際航線的話 不受12小時的限制 所以84條之一 它是對原來的工作時間 有調整 甚至有增加的情況 它跟變形公時不一樣 變形公時再怎麼變來變去 它還是在原來的cota 原來的公時上限部分 但84條之一 它不在原來的上限部分了 它可能是增加公時的情況 所以其實原則上 最高興所提到的 84條之一 對勞工的權益 影響勝據 這一點是對的 這一點是對的 但 但84條之一 它是不是勞動條件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無庸置疑 它就是勞動條件 因為它對於公時 即便是增加 它也是一種 勞動條件的一個約定 所以84條之一 它是涉及所謂的公時休假 當然是屬於勞動條件的範疇 那84條之一 屬於勞動條件的範疇 那跟團協團協的範疇呢 團協的範疇就 就目前現行法來講 它蠻寬的 他說其實只要雇主跟公會 約定勞動關係跟相關事項 所簽訂的書面契約 就可以是團協 那在現行團協法第12條 第一項的部分 也有提到 尤其第一款部分提到說 工資工時 這些東西 勞動條件都是你團協應該談的 那還有 就是團協法第19條 也有提到說 團協所約定的勞動條件 當然成為 雇主跟勞工的勞動契約的內容 那這個 學者們稱的是 殖律效力 或者是直接效力的部分 團協法第19條的規定 所以其實團協也是處理勞動條件 那84條之一也是勞動條件的情況 那工會透過團協去爭取更高的勞動條件 那84條之一 它雖然是勞動條件的一些 調整 甚至是增加的部分 但是它 在這樣的一個邏輯上 應該是團體協約可以約定的一個範疇部分 那很多老師們其實對於這一者或是類似的 這個行政最高型的法院判決也都有提出相關的評論 那老師們也都有提到說 他當然是團協可以約定的 甚至是工會應該要去處理的部分 像郭靈惠老師有提到說 團協部分就是 雇主跟工會進行的協商 那去處理勞動條件的部分 那84條之一 他是特殊公司 當然是可以由 勞雇雙方去約定 然後去做協商的一個情況 那工會用團協的方式去進行 郭老師這邊是認可的 那林佳和老師其實也是在另外一篇文章有做 類似的這個評論的部分 他有提到說84條之一 不能夠用以詞害義 應該要從所謂的法政策去 去做處理84條之一的公實內容 因為更 對勞工來講更重要更需要保障 所以更應該是工會來做處理 如果法院的眼中只能跟個別勞工去做協商的話 那林佳和老師認為說這部分其實對於 集體性的行程去做一個誤解的部分 這個是林佳和老師的看法 那另外吳智慧老師有提到說84條之一 他很重要 沒錯 他是對於整個 公實的限制或是重整或甚至是增加的問題 那總公實量如果是用84條之一是增加的 那正因為這樣你一般的勞工條件都可以去談了 所以他更應該是集體形成的重點 更應該是用團協去約定的內容 這大概是老師們的看法也 整理給各位做參考 那所以在小小的結論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從團協團協本來就要講勞工條件 一般的勞工條件公會就可以談 那84條之一他也是 而且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剛好出法點跟 最高型的 有點不一樣 最高型說他很重要 所以勞工自己談 可是其實正因為他很重要 所以更是因為工會可以 可以談或是當然是 用工會可以去做處理的部分 一個小小的想法也是這樣 我們的團協法第19條已經有說 好看喔 你好看喔 好看喔